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谁知神传正装一本正经的校导主任端庄地走了过来 女孩见状赶忙扭头快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掉了 巡逻的校导主任扑了个空 可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们的纳诺微笑着坐在二楼走廊上 翘着二郎腿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在纳诺新转校来的这所女校以培养淑女为荣 对于女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 例如跪拜的姿势 女学生的着装等等 看到这里小编讲弱弱的问一句 他们确定是生活在21世纪的吗 一天校长找到端庄的教导主任 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由于经营不善 学校已经亏损了好些日子 最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而好消息就是校长已经找到了办法 可以帮助学校度过危机 这个办法就是和男校合并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向来端庄的教导主任听了校长一席话 脸色骤变 马上就不淡定了 那你正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校长劝他 莫要大惊 莫要小怪 难道我们大家都丢了饭碗才开心吗 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教导主任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想法 但有人想破坏自己信奉多年的原则 教导主任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呢 不是吃素的他凭借着自己在学校 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威望 找来其他老师 督促各位老师 在男校女校合并后 一定要严格监管男生女生的行为 四中粉丽娜老师对教导主任的想法 甚是同意 频频点头 听到自己的学校即将与男校合并后 女生们炸开了锅 便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身在其中的纳诺一脸淡定 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女生们的顾虑 女生们纷纷对与男校合并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终于合并的日子终于来了 合并之后 纳诺与三个女同学在走廊上走着 突然他们见到了男校的四个男生 三个女同学见到男生后 顺顺扭捏 他们推推嚷嚷 谁也不敢向前 主动和男生打招呼 要说嘛 还是我们的纳诺 吼得住大场面 正当场面一度处于尴尬之中 脚趾头都要扣出三十一钉的时候 我们的纳诺出现了 你好 我是纳诺 很高兴认识你 乌林纳诺不卑不亢 大大方方 化解了这场尴尬的场面 说着便向男生介绍了他的三个同学 男生不会咬人 在纳诺的缩合下 三位女同学终于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 乌林纳诺的聪明可真不是盖底 为了让男女同学的关系更进一步 她与孝训端庄的淑女 要有爱别人为理由 让女同学们带男同学参观一番 而这集中 那对隔墙传东东的男孩女孩 终于堂堂正正在一起了 就一个字 绝 给你夹权销 你夹杀销 你夹杀销